詞曲 李宗盛 感染管制 你看這個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管制 就是有些人就是會因為這些措施而失去掉某些自由 有所犧牲 但在我們之前在成功大學的一個網頁 他是引用這個卡妙 在瘟疫這本有名的小說裡面的句話 就是說我們要克服瘟疫 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直 就是說最重要的還是在人性 因為瘟疫其實疾病我們對它有足夠的了解 因為現在科技很發達 其實我們對現在新冠病毒 對它的整個治病基短 然後怎麼治療它已經有初步的了解 而且跟20年前的SARS第一次是差很多 但是這個恐懼 第一次SARS之後留給台灣人的這個恐懼 目前還在 那時候的陰影封城 封院 然後有護理師 有醫師死掉 那個這個陰影其實是非常巨大的 最大的壓力來源就是對我來講 就是常常要去拜託別人 有時候一個感管措施下去 然後我們的一些政策呢 要從上面由上而下到各個 到各個這個單位去執行 這個其實要要很多 花很多精神去跨單位的一個協調 那我們又要調其他科的資源醫師來這樣子 所以對我來講的話 有時候我們下這個決定的話 最困難的就是這個 尤其是就像我們的這個 承擔院就像一條大船 假如有一個政策要轉彎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通常是最困難的時候 但是我的感覺是 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啊 這個其實我們都有經驗 也很謝謝這個各單位同仁的 幫忙啊 尤其是護理部他們真的是很辛苦 他們是第一線照顧的一個單位這樣子 然後還有在開設這些病房的時候 常常都需要像公務室總務室 來協助這些病房的佈置還有物資 沒有他們的話 我們是沒有辦法很快的就戰鬥位置 然後這都是一些經驗的累積啊 但是我們因為接了這個任務 然後在這個位置上 我們就必須要負責這個 這個這個負責成大醫院的安危這樣子 但是我們至少在這三年期間呢 我們醫院沒有因為這樣子 發生大規模的群聚而導致整個醫院封院 或者是造成這個我們的病房 整區關病這樣子 然後還可以繼續服務啊 執行我們的醫療業務 我覺得至少是目前還算很欣慰的 就是我們至少我們的同仁 沒有因為這樣染疫重病 目前就我所知沒有因為COVID-19這個死亡的 或者是發生重病的 因為這個對照在美國或英國 他們在第一年的時候COVID-19的時候呢 其實有很多的醫療人員殉職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我覺得我們很幸運的地方 然後另外我們也對於這台南市民 我們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因為我們成大醫院是 台南市重要的醫療核心醫院之一 那在這段疫情期間呢 我們跟衛生局也是密切的配合 我們局長很認真 他隨時掌控這台南市的家務病房 還有專責病房的一個床位 假如有需要他就會負責調度 然後我們這段期間呢 在台南市的我們成大醫院的專責ICU 最高開到31床這樣子 應該算是這段期間 今年5月以來 這應該是全國最高 所以我們台南市的重症病人 是沒有地方治療 而轉到其他地區 我們台南市的病人呢 也沒有因此 而需要轉到其他外縣市去住院的 生命來之不易 那重症單位最大的任務就是要阻止死亡 因此服務上面特別注意 省事過往的臨床成績持續改善 那這張表格是近年來 外科加護病房總體死亡率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平穩中 仍然持續改善 而這份改善主要來自於 我們重症醫師最關注的 Apache II 15分到35分的死亡率 那這幾年我們也受到很多 院內院外評管獎項的肯定 那教學上面我長期擔任 外科部的教學負責人 看年輕學弟妹能夠獨當一面 也是非常高興 那同時呢 我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有在成功大學 以及成大醫院均獲得 優良教師的肯定 那研究上面連續15年拿到國科會 跟科技部計畫的補助 也拿過科技部五大有獎肯定 那45歲就升上專任教授 在醫學中心擔任主治醫師 期許自己服務、教學、研究各方面都有成績 在醫學中心行醫的好處 就是資訊比較充足 面對醫學常態性的變遷 有足夠的來源可以接受新的觀念 同事之間互相傳遞、參加學會 加上網路獲取期刊的知識 並且常常審視臨床的結果 應對臨床服務是足夠的 然而我覺得 醫學中心的主治醫師 還要具備有一定的研發能量 因此要求自己在轉移醫學 臨床醫學同時進行 念學會出國進修 拓展視野 以此獲得最前沿的知識 與他們對話 我至今獲得七次 臺灣胸腔心臟學廣外科學會 年會的理事長獎 肯定 這是其中一個證明 這張照片裡面的面板 是院方支持 集合外科重症多質類的智慧解禁 我們也以此 把它當作一個智慧醫療的成果 登載在智慧醫療的頂尖期刊 JMIR上面 我長期擔任外科部住院醫師教學負責人 看學弟妹的成長令我快樂 一直以來 我們都看到是不乏浪費自己天賦的年輕人 對於有聰明頭腦學習力強的醫學生 以及年輕醫師來說 不要期待太快有成果 這件事不太容易叫 但是我還是期待年輕人可以體會 不管在照顧病人或在研究上面 這個其實都是需要一點點等待 那或許有時候有些病人 會因為醫師多一點點的認真 多一點的努力 那就拉回來 這是身為醫師最欣慰的事情 另外我的人生也已經走到B面了 那教學負責人的角色也讓我體會到 讓更多的年輕人跟我一樣 有能力照護病人 是一種義務也是一種福氣 那下面是一個一般外科 廖廷凱醫師在住院醫師會議上面 針對一個併發症耐心的解說 看到年輕人指導更年輕的人 這種傳承畫面是成大外科常態 讓我看得很感動 花了很多時間在臨床教學研究 也期盼做出各方面的成績 那首先我要先感謝家人的支持跟包容 特別是太太黃雅雲醫師 執行全職工作仍然有效持家 那我覺得我太太是美麗而強大 那外科重症是多之類合作 即便感謝的人太多 無法一一唱名 也容許我一一感謝各個之類 醫師啊 專科護理師 護理師 呼吸治療師 藥師 營養師 等等的專業同仁 如果一開始說的話 我得獎就是對外科重症所有同仁的肯定 我如果說說我最開始來成大的話 我也沒有想到說自己以後會走高危險認成 不過就是因為在這邊的環境之下 其實我們成大的特色真的就是要做急重難喊 那當然實際面的話 因為像外面的開業醫的話 他們大概整個服務品質還有整個醫院的整個環境 都是很針對孕婦的 而且他們整個就是醫院就蓋著美輪美患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一些比較低風險 或是民眾他想要圖個方便的一個 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是低風險的case 其實以我們的競爭力來講 可能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搶到這些case 大家吸引力上面可能就比較弱 但是我們成大的特色就是 其實我們對我們的專業度做的 我們的專業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很受到病患跟家屬的肯定 那尤其是在重症這方面的話 病人他自己也知道說 如果有不好處理的病 應該就是要往大醫院 從以前住院醫師開始的訓練 就很自然的 又一直留在陳大醫院的話 其實就很自然的 就走上了高危險認成這一塊 因為我們在這邊的訓練就是 教我們如何處理這個 重症 難症 就急重難症這些疾病 然後再加上說自己之前有去念 博士班的一些訓練 有一些基礎醫學的一些 實際的一些基礎跟訓練之後 就會把這兩方面會結合起來 其實我們也不只在我們臨床上 就是把臨床上遇到的一些問題 然後藉由一些收集病人 當然可以收集病人的資料 跟一些檢體 那另外的話我們還是 因為我就會做一些 比較像是動物實驗 或是說細胞學的一些研究 來探究說這一些的疾病的一些 然後我當之前的話 又因為之前的師長的一些鼓勵 然後有從那個臨床醫學研究 成大臨床醫學研究所畢業之後 然後又具備了一些做基礎研究的能力 然後再把兩個結合起來之後 就發現說其實我們能夠做的非常的多 而且就是能夠真正的結合 就是服務跟教學還有研究 把這三個都串在一起 然後這樣子的話其實也會覺得 越來越有成就感 那會越做越快樂啦 其實摩魯庫的話 這個也要謝謝國建署那個時候 因為0206大地震之後 他發現了我們台南地區 有這樣子的需要 那當然一開始的話 就是從楊俊宥院長的支持 還有一開始的話 其實是讓當時的吳俊明副院長去創立的 那也很謝謝這兩位前輩的一個支持 然後讓摩魯庫有一個這樣子的基礎 那其實像林詠傑醫師跟陳妍如醫師的話 他們其實都是也是非常努力的夥伴啦 我也很謝謝他們 因為其實最主要主導的還是在 蘇賽賽小兒部 那我們這邊是一個比較屬於一個協助的一個角色 那我們這邊在婦產部這邊 我們主要推動的就是母嬰親善這一塊 不過母嬰親善也是母乳庫的一個基礎啦 因為就是從有母嬰親善這一邊 然後讓民眾知道 餵母奶是寶寶最好的一個食物 一個選擇 那而且我們是南部唯一的母乳庫 那有這個母乳庫的話 我們也是把這個捐贈的母乳 像不只運到屏東了 甚至連東部花東那邊連澎湖 我們也都可以把讓他們能夠比較方便的 有需要的寶寶能夠比較方便的 能夠來獲取這個母乳的這個資源 那當然以我們自己本身的角色的話 在成大的加護病房 新生的加護病房的小朋友 他們就是第一個受惠的一個對象 然後立足成大 然後能夠讓更多的民眾可以受惠啦 跟後輩鼓勵的話就是不要怕面對困難 其實你今天面對到的所有 你可能覺得是困難的東西 或許這些都是你未來的養分 就是真正是在提升你的能力 常常會遇到一些我們可能一開始也想像不到的 然後會覺得是一個挫折或是困難或是阻力 但是去面對他好好的思考 要怎麼樣面對這些問題 然後處理這些問題 其實等你試過境遷之後 你會再回來看 你會發現說自己 才是從這邊學到最多的人 才是從這邊學到最多的人 為什麼選擇泡泡龍這個疾病呢 其實也是因緣機會之下 有機會接觸到這個領域 李韻教授是台灣第一個用皮膚病理診斷泡泡龍的醫師 那特別是用電子顯微鏡的檢查之下 做了非常多的臨床病理的研究 那我們趙小秋醫師是台灣第一個用基因來診斷泡泡龍病患的醫師 那我剛好有機會是到英國學了次世代的基因定序之後 把這個技術運用到台灣的泡泡龍病友 這段時間除了我們有這些非常好的老師之外 另外一個是北海道大學的清水紅教授 當時我去禁修的時候就看著他怎麼樣協助日本的泡泡龍病友 我想都是在這些老師的指導之下 慢慢的漸漸你覺得你可以有能力去協助這些泡泡龍病友 讓他們得到精確的診斷甚至得到更好的一個治療 所以我想這個是因緣機會之下能夠去進行這樣的一個臨床工作 我很幸運的在大學時代就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基礎的研究 那我覺得我目前很享受很熱愛我的工作是在於 我可以將這些基礎的研究把它運用到臨床上面 那好比說有一些分子診斷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實驗室的技術可以讓我去尋找臨床上病患的這些治療 那我非常幸運在我們的實驗室裡面有非常多這些熱血認真的學生參與我們的研究的工作 這些學生他們會用晚上的時間還有週末的時間來幫這些泡泡龍病友 我們用次世代經診斷的結果去做驗證的工作 那我們常常會跟國外的團隊一起開會視訊會議 討論這些病友他們的診斷還有進一步的治療要怎麼樣去進行 那我非常感謝我們的這些學生們他們都非常的努力積極 然後去幫病友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 老實講我幫學生建立的就是一個環境 那在這個環境之下能夠讓學生他們去發揮 那我一直覺得我們做事情欣賞我們的學生他們做事情 都是非常的投入去把這件事情完成 而不是我們台語講的這個問導遊的這個態度來做事情 那當你很熱情的認真的投入這個工作的情況之下 你有得到的收穫 那個是會讓你會非常的難忘的一個記憶 而且我相信這種態度應該會影響你這一輩子去心意的這個過程 覺得在我工作上的回饋最大的回饋 應該就是病人能夠得到一個很好的治療 那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上個禮拜有一個病患 他就跟他這個先生就非常的感動說 所以他過去的二三十年來沒有那麼皮膚狀況沒有那麼好過的情況 他這個這病患他是一個非常癢的一種型態的這種泡泡龍 那我們試著用一些新的生物治劑幫他做這個治療 那讓他可以得到改善 那我想病患的回饋 這個是這個最真實的 那也是我們在工作上最大的動力 那感謝成大醫院能夠成立我們的泡泡龍的特別門診 病患不是去每一個門診一一的看診 而是我們盡可能的希望能夠讓病患在同一個時間 能夠有多位的醫師能夠一起幫他來診間 來幫他們診治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去溫馨的一個門診 這個門診除了我們的我們醫師提供的醫護人員提供的關懷之外 並有之間他們彼此之間會加油 會彼此的鼓勵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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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